在座的各位你们现在厂区未来的价值 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能够发展出更多的空间 一定是更好 可是我想一定跟你们现在的作业会 势必要做一些改变 推动六堵工业区立体化 市长谢国良和工业区厂商 涉案府公务处 督发处 产发处等主管 和业者面对面沟通 因为立体化一定是可以增加更多的容积面积 也是增加更多就业的不二法门 但是目前这些工厂或者是这些厂房 他们有没有意愿立体化 政府要如何来协助 或者立体化后如何能创造出更多的双赢 这一点则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倾听业者的声音 也要一个案件一个案件来协助辅导 总之立体化一定是六堵工业区 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多一波的就业机会的 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做谈会中提到立体化方案奖励的项目 缴纳回馈金 能源管理等方式 市长谢国良强调 上任之后积极打造友善的投资环境 希望能够简化繁琐的行政程序 针对工业区立体化的部分 大工业区立体化其实我们也很期待 透过这个立体化能够当于基隆的产业用地 能够增加 能够增加 种地增加自然就有就业的机会 能够留在基隆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直积极来目的 所以如果后续针对于这个整个立体化的部分 在机制上我想我一定做一些突破 我最近还是有碰到一些老朋友 你们基隆开发申请程序很慢 然后我说你是听到是什么时候的事 他说好久之前 我说现在绝对不一样 道伦工业区相对比较稳定 面积空间也已经利用的相当的多 现在六堵还有很多的潜力 那再加上捷印未来的开发 我们在这个有一个原来的亚太艺术园区 这个两公顷的相关的土地 我们也请行政院未来给我们一些协助 打造出更多的空间出来 所以六的公园区未来仍然有很大的潜力 我们要好好的努力 谢伟良强调 未来将持续前往公园区拜访厂商 两个月举办一次座谈会 借此加强双向的沟通交流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